我是叶加秀,今年18岁,来自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在2008年7月,我的听觉出现了问题 去检查时发现患上了B&I第三期 当时我没有做任何治疗 所以我的癌症从第三期变成第四期 我从2009年5月才接受治疗 为了治疗,我休学了一年 过后就开始漫长的化疗与电疗 在2009年11月做了第八次化疗后 我的阿姨介绍我用LifeWave贴片做排毒 在排毒过程中排出很多浓荷色的痰,深色的排泄物 能量贴片让我排汗,人也觉得有精神 在那段时间,我的听觉慢慢恢复增长 胃口也变得很好 在12月继续做第二次化疗 我开始做第38次电疗 我化疗使我掉头发,没有胃口 电疗有很多副作用 电疗后,脸部和颈部被电得黑黑的 嘴巴也没有唾液,没有味觉了 壁纸也阻塞了,呼吸也困难 耳膜也被电伤了,所以听觉也受损了 在2010年8月,我开了一次鼻子手术 之后就用药液洗条壁纸 壁内长出的肉块,一直不能复合 壁纸的伤口也一直发炎 就在受折磨的时候 我被选为X15贴片,做临床实验 贴了X15的第一天,我的鼻子没有那么疼痛 口肝、唇液也好多了 5天后,人也觉得精神有活力 身体觉得舒服多了 第6、第7天,要是休息2天不贴 所有电疗的副作用不舒服的感觉都回来了 因此,我被允许每天贴 一直贴到现在 X15使我把电疗和手术的疼痛减少了 也帮我恢复得很快 David Smith要我用其他的Lifeway贴片 帮助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和体力 之前我长出的头发像干草枯枝黄黄的 现在所长出的头发乌黑细嫩 脸色恢复了 我的味觉、嗅觉、听觉都恢复了 许多 口水分泌也回来了 现在我睡眠好、胃口好 时常想吃东西 体力、体重也慢慢增加 做事也有活力了 当我去医院复诊时 医生也很惊讶我恢复得如此快 我很感谢David Smith的关怀 电邮的慰问 更感谢Lifeway公司 慷慨赞助我 X15使用 希望我能够赶快摆脱病痛的折磨 我希望这个见证能够让其他癌症病 不要放弃治疗 勇敢地走下去 谢谢 谢谢 エスコミュ magical 感谢 Laser